没有关系 而是跟身上的人 有密切关系 嘴嘴亲吻 竟然跟记忆生存有关 那有没有吓到你一跳 那到底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呢 他就导演 是在华盈克大学 演化心理学家 朗尼拉 他在华盈克大学 演化人类学中的研究说 接吻 其实是人类的 研究就推幅说 人类的祖先 也就是人类的 前一开始以前 才开始懂得什么是接吻 研究说在那个时期 人类开始脱离在树上生活 转移到地狱 或者学生行狗 在地狱之后 随身到地狱中的人类体表 就判复了很多的最深层 用人类开始懂得 撅起嘴 心心也心损的方式 来清理皮肤 这项研究还有一招 人类的心脱 心心也心损的方式 懂事物业生死呢 是用来帮童伴 去收来换上头 或者死皮皮肤